两栖登陆作战 两国羡慕不已 如今已装备了1200辆 此前两栖登陆作战 也是中国作战体系中的短板 而偏偏中国对两栖登陆作战 又有很高的需求 所以中国军工特员员 呕心力血 为解放军打造出了许多的登陆神器 054两栖步兵战车 就是中国登陆作战重要武器之一 这款战车的外形非常的新颖 为了提升在海上的航行速度 和潜滴在海上的暴露时间 054两栖步兵战车 各地被设计成有两轻角的车外形 这也让车体具备了滑行版的功能 可以将在水中航行时 浮力转换为上台力量 从而降低阻力和提高速度 之前央视曾披露 054步兵战车的在海上的最高时速 可以达28000米每小时 这样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致 如今这款战车 已经成为了海军陆战队 登陆作战的重要力量 有消息称 前军部队目前供抬购1200辆 美俄两国对054两栖战车都非常羡慕 毕竟这两个国家在未来作战中 有着很高两栖作战需求 不过他们却没有054